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A等于负1 B等于0 C等于1的状况可以满足 因此这样子的话 A矩阵 我们就可以把它表述为第一列是10 第二列是1负1 那么A平方就会得到是第一列是10 第二列是01的单位方正了 可是事实上其实要满足A平方等于单位方正I的A 其实是有无限多足解的哦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呢 也就是如果A平方等于A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推得A乘以括号A-I等于0矩阵 那么A会等于0矩阵或者是单位方正吗 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哦 所以我们一样用举例子的方式来呈现 也就是A矩阵是第一列AB 第二列是CD的矩阵 那么A-I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那么A乘上A-I的话 同学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由于现在我们是要等于0矩阵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一样可以用举例的方式来取A等于2 D等于负1 B等于1 C等于负2的方式来看看 那么A矩阵就可以改写为是第一列是21 第二列是负2负1的样子 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A平方也就等于A乘A 那么也就可以得到第一列是21 满足第二列是负2负1等于A的这个状况 好 所以因此我们又可以由这样子的例子知道 要满足A平方等于A矩阵 其实是会有无限多格的 因此矩阵的乘法和时数的乘法 其实是还是有差异的哦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让同学们练习看看 102学年度学科能力测验数学科试题当中的第二部分 多选题7 好 那么题目是假设N是正整数 那么符号第一列是11 第二列是02的N次方 我们是代表矩阵 第一列11 第二列02 它自己相乘了N次 那么现在假设 这个矩阵的N次方之后 我们把它改写为是第一列是AN BN 第二列是CN DN的这个形式 那么要请同学们来判断 以下这五个选项哪些是正确的呢 好 首先第一个选项是A2等于1 而第二个选项是A1、A2、A3 它会是等比数列 第三个选项是D1、D2、D3 是等比数列 第四个选项是B1、B2、B3 会是等差数列 第五个选项是C1、C2、C3 它会是等差数列 那么同学们可以先花一点时间想看看哦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做说明 假设第一列是11 第二列是02的N次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利用单位方证 改写为是I2加上B矩阵的N次方 那么其中的单位方证I2 也就是第一列10第二列01的单位方证 那么B矩阵我们就可以用第一列01 第二列也是01来表示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得到B平方 会等于第一列是01 第二列也是01 一样是B矩阵 所以同样的B的三次方 我们就会等于B的二次方乘以B 同样的也会得到B 所以可以推得B的N次方都等于B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将第一列11 第二列02的二次方 把它用I2加上B的平方展开后得到 所以同学们就可以知道说化简完 会得到I2再加上三倍的B 因为由于在这里两倍的I2乘以B 就等于是两倍的B 而B平方也等于B 所以加起来之后是三倍的B 也就得到了第一列第一个圆是1 第一列的第二个圆会可以写成是2的平方-1 那么第二列的第一个圆是0 而第二列的第二个圆可以写成2的平方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 矩阵的乘法是可以交换的 是因为我们乘的是单位方正 而第二个我们刚刚可以整理出B的N次方等于B 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 单位方正的N次方也就是单位方正自己本身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得如果是1102的三次方 是不是展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是I2再加上7B了 因此又可以推得第一列的第一个圆是1 而第一列的第二个圆是2的三次方-1 那么第二列的第一行的圆是0 而第二列第二行的圆是2的三次方 同学们有没有稍微开始发现到它们的规律了呢?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那如果是四次方的时候呢? 所以展开来之后,经由化减 我们可以得到它会等于I2再加上15倍的B矩阵 因此就可以得到同学们发现到它的差别 其实是在第一列第一行的圆 现在可以改写为是2的四次方-1 而第二列第二行的圆现在是2的四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推得一般化的结论 也就是如果1102的N次方 我们将它展开来化减之后 可以得到是I2再加上括号2的N次方-1倍的B矩阵 那也就得到了第一列第一行的圆是1 而第一列第二行的圆是2的N次方-1 那么第二列第一行的圆是0 那么第二列第二行的圆是2的N次方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这五个选项咯 好,首先我们可以知道刚刚的结论 在1102的N次方 我们可以得到了1、2的N次方-1 还有02的N次方的这个矩阵 那也就对应到了一开始的题目说 要改写为是第一列第一行的圆是A的N次方 第一列第二行的圆是B的N次方 那么第二列第一行的圆是C的N次方 第二列第二行的圆是D的N次方 第一个选项要来问的是 那么A2等于1,对吗?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 由于经由刚刚的规则 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在A的位置 不管是第几项A1、A2、A3 其实每一项都是1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那么接着来看到第二个选项 所以A1、A2、A3它会是等比数列吗? 那由于我们可以知道A1、A2、A3都是1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公比是1的等比数列 因此第二个选项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正确的 好,再来来看到第三个选项 那么第一、第二、第三它会是等比数列吗? 我们可以知道D的N等于2的N次方 它是公比是2的等比数列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第三个选项它是正确的 好,接着来看到第四个选项 那么B1、B2、B3它会是等差数列吗? 我们同学们可以先带进去来看一下B1 得到的是2的1次方减1等于1 那么B2是2的2次方减1等于3 那么B3它就会是2的3次方减1等于7 B1、B2、B3分别是1、3、7 所以它不是等差数列哦 因此第四个选项是错误的 好,最后来看到第五个选项 那么C1、C2、C3会不会是等差数列呢? 由于我们刚刚的规则会发现到 其实在C1、C2、C3的位置它都是0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公差是0的等差数列 所以第五个选项它是正确的哦 好,经由以上的说明还有练习 同学们有没有对于矩阵的惩罚有更了解了呢?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